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聊天的网友 用真实的姓名来聊天 经过我的宣导之后 一位林先生 还一位梁先生 Only two 就这两位呼应我的诉求 他们就去改他们的ID 把它改成真正的姓名 来聊天是聊天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林先生跟梁先生 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就不念了 谢谢 但是在我们非礼晚餐的直播 因为我必须面对镜头 无暇去估计聊天室的那些叉叉 所以这也比较遗憾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说 别的节目不一定 比如说你是这种娱乐节目 或者游戏的节目 比如说online game 或者什么的 你说政论节目的聊天 是用实名字好不好 我认为是很好 怎么说呢 我们主持人 就我们直播组来讲 其实很多都是认知作战 不管是台湾这边的1450 或者是对岸的搞统战的那些叉叉 你根本不知道来聊天人是谁 他到底是敌是友 是男是女 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还是海外的华侨 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用各种的账号 然后不同的 你ban他 他就换一个账号再来 然后一来再来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遇到这些 这些观众 听众 网友 我是觉得很累 心很累 那也没有办法 那当然这个 我也要请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 跟网友理解 这个每个节目 都有他的这个定位跟走向 这个 这你先给我总预算那张 好不好 抱歉 有时候这个 也是会善变一下 总预算那张 先来一下好了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的 这个总预算的这个副委 然后这个表决等等 那国民党的这些委员 非常开心 这个牌子都准备好了 预先做好的这些手板 这个就请党团的助力 对谢谢 谢谢就这张 那这庆祝什么呢 这个其实他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这到底是 像我刚跟郭正亮同台 我都觉得很闷 郭正亮说民进党大败 那大败什么呢 你三个诉求 一个是原住民进法补偿 一个是健保点数 一个是工粮收购 健保点数跟工粮收购 他就开张支票给你啊 什么什么12月 什么6月 然后会怎么样配套 他也没有承诺说 他会给你啊 对不对 那这两个其实是主决意 这主决意就比较 这个 其实他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啊 那三读通过的法案 他都不遵守了 怎么会是民进党大败呢 阿智慧真好画面给我 谢谢你 我当然不是要批评郭正亮 待会儿还有时间再骂他 就说 每一个 譬如说就讲总预算复委这个事情 那他只是复委而已啊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说 前三基础建设的第五期也复委了吗 也是复委 他根本就还没开始审查 那我是想跟大家讲说 同一件事情就讲总预算好了 今天刚刚发生 刚给你看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复委 有些评论员他会告诉你说 是民进党大败啊 像郭正亮这种 他说民进党输 民进党大败 大败什么呢 那这个是你想听的吗 投你所好嘛 好民进党大败 原住民一公顷三万变六万啊 对啊对啊 民进党投降了 民进党妥协了大败啊 民进党答应了从三万变六万啊 是吗 你要听这种的 你要去听郭正亮的啊 或者傅昆琦的那些附水组织 傅昆琦挥下的那些直播组 那些网红 会帮他讲话的 这个我们历史性的决议 福国立民 你要去听那种的啊 那你不要来为难我啊 动不动在那边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看着这些 我看着这些 我跟各位讲 实在我是疲倦的啊 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 跟很多网友很奇怪 陈慧文 你讲的不对 那你转台啊 不然你把非碟电台买下来啊 把我干掉 把我fire掉 我就走了啊 我没话讲啊 我也没有合约 也没有劳健保的保障 他叫我走 马上就得走啊 没毛病啊 你觉得我讲的很烂 那你把TVBS买下来啊 你钱很多 你把T台买下来 即日起 不准再发陈慧文上通告 那我就没了 我跟T台也没有合约啊 当年在日本 安倍晋三这个叉叉 他就是这样子 对付日本的名嘴啊 你讲我跟我太太的弊案 他马上下令 明天不准来啦 日本的大部分的媒体 都是自民党的走狗啊 上面交代了 跟老板很好 上面这个名嘴得罪安倍 明天就不要来了 我讲这些东西 石板名副敢讲吗 小立元敢讲吗 野岛刚敢写吗 我就看不起那些日本人啊 那些日本鬼子 那没什么好谈的啊 安倍就是这种人啊 可是在赖清德 在民进党 在绿媒的眼中 安倍是个伟人啊 去看看安倍在日本 留下来的弊案啊 他比较实在啊 讲得很像一副什么 安倍是你爸 你什么大哥哥一样 不必的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没关系啦 因为这个 我就说总预算负伪 这种事情 很多事情 他会有各种 不同角度的解读 那投你所好 你觉得很好的 你就是要帮国民党加油的 朱立伦这样是对的 胡昆奇这样是对的 我们争取到的 一公顷六万 那你要去看那种的啊 为什么 你看那种的 你的认知才会协调嘛 民进党兵败如山倒 国民党取得关键的胜利 怎么样什么的 那你也可以去看 民进党的节目 跟民进党 绿媒这几天 应该谈的是那个什么 什么北检 北院的什么裁定什么的 那个我是比较不想谈 因为我不晓得 他们在吵什么 那个裁定有什么很重要吗 什么一千五百万什么的 到底在吵什么 我不知道 后面有时间在谈 我是比较呼吁 这些听众朋友跟网友 你不要为难我 我不会因为你而改变的 你又不是我老板 我老板都不管我的 你管我 很奇怪 我跟你讲 不管是T台的制作单位 或是我们飞碟电台的这些主管 我们的老板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说 你什么可以谈 什么不能谈 然后你要去帮谁 或是你要去骂谁 从来没有 非常感谢这个T台 这个 还有我们飞碟的这个 当然还有包括中式的这个 这个庶民大头家的制作单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讲说 什么可以谈 什么不能谈 那 这些 发我主持费的人 发我车马费的人 他们都不管我的 那我为什么要管你呢 我为什么要管你们这些菜 那你觉得你要看你就看了 不想看就算了 你一边看一边骂是什么意思呢 这我要为了你改变吗 我要为了你换题目 你什么东西啊 你们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中午应该是很欢乐的什么 那你觉得我讲的 我跟你 我刚这个照片都 这个第一组来 我准备的都是负面的新闻 你说你看了心情不好 那你不要看啊 你就去看郭正亮那种的 民进党大败 总预算复委 国民党 你去看那种 你看到就很高兴 很高兴 你支持国民党支持人的 听郭正亮说 民进党大败 你去送那种 好不好 你去那边爽快 你不要来为难我 那你说 你怎么都不讲正面的新闻 有这个角度就非常好了 那请你告诉我 哪一则是正面的新闻 你告诉我 政治经济 社会司法 各种的判决 台北股市 然后什么财经 教育 国防也好 你告诉我有什么正面的新闻吗 还是有 但是我不讲 这样 我不晓得 不晓得 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 我告诉各位 你们这些 玩政治作战这些叉叉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这个飞碟的直播 我是没有 无暇顾虑 你要在那边干嘛 干嘛 我就比较无所谓 也有人来交朋友的 一次要take二三十个人 跟他问好 跟他再见的 我也不晓得你来干什么 你欢喜就好 但是在我自己YT的直播 我一定是编无所谓 我不要跟你们聊 为什么 很累啊 甚至还有无耻的网友说 大陆比较强大 就让大陆来管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 我也实在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我为什么希望说 做实名制就是这样子 那很多三流的网友是怎样呢 我亮出了LINE 亮出了微信 那个QR Code叫他加 他说不敢加 反而是一些路过的人在加 那我说在聊天室 你一言我一句的 这样也不好 那你上线来聊吧 我有专门负责 这个像我跟林然的连线 也是用微信 那你上微信来聊 就好像乖 一群俗辣 只敢在聊天室鬼哄鬼叫 邀请他上来聊 人就不见了 不然就是买便当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 很遗憾 那这两天 这个美国中央大选的新闻 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各路的专家 这个圈圈插插一大堆 还有一大堆智库啊 基金会办了一些研讨会 不过可读性 不没几个啦 好 然后大陆的那个 那个金教授的那个 我们下礼拜有功在谈 这个如果有机会 再跟林然连线的话 再来谈谈大陆的学者 对这个川普当选的一些看法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跟大家推荐是 联合报的这个名人堂专栏 这个是政大的这个 国关中心的 严正生教授的这个看法 那这个教授他也是 这个在我们这边来讲 是美国政治啊 这个美国问题的专家 好 那我借用严教授的这个高见啊 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把问题理清楚啊 好 不要被那些叉叉啊 被那些政治作战的骗 好 那严正生教授讲说 这个美国中央大选啊 这个当年的 这个民主党的柯林顿总统 好说笨蛋 问题在经济 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贺锦丽啊 因为他是接这个 呃 这个拜登啊 这个临危受命 那美国的经济啊 美国的通膨等等 很多问题 所以严正生教授说啊 美国国内的问题 历次的美国大选证明 国内的议题 特别是经济的议题啊 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 重点来了 严正生教授写 外交议题 特别是台湾的议题啊 完全没有在这次大选中 扮演任何角色 这个也是他个人长期所主张的 外交议题 特别是台湾议题 完全没有在这次大选中 扮演任何角色 就你觉得台湾很重要吗 当然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贺锦丽或者 这个川普 他们都会提到说 那什么这个两岸啊 台湾这个怎么样什么的 或者台积电等等 什么保护费啊 什么GDP的 什么国防预算什么 都有提 都有带到台湾 但是并不是 大选的重要角色啊 那你在资认什么呢 人家美国在选总统 你以为你很重要吗 这个我就觉得比较 那大家看看人家真的是专家 真的是美国政治的专家 他长期研究美国的政治 他就告诉你 美国的总统大选 台湾根本不是重点 如果有一点点 我们会被提到台面呢 恐怕也不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因素 而是因为大陆 因为会扯到大陆 所以把台湾带一下 这还比较有可能 来给我第二组来 谢谢 第二组这个是以前 以前他还在跑通告的时候 我当年 这个也跟他同台很多次 这个圣志仁教授 这前一阵子还有人放假消息说 国民党要找圣志仁选新北市长 那现在看起来根本 因为圣志仁 他现在在这个商界服务 他当天立刻就回应说 没有这个事 马上就打脸 那我就一直很想问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媒体 因为我也问了好几个同业 那到底是哪个媒体写的 谁在瞎掰说 圣志仁要选新北市长 是国民党要栽培他 国民党要提名他 是谁讲的 所以你看台湾多可怕 就是说 放假消息的 认知作战的 其实我跟各位讲 他是要叫圣志仁建光石 圣志仁当然是一张牌 他之前也有人讲过说 叫他选高雄市长 在韩国瑜之前 你看多早以前 韩国瑜之前就人 不是韩国瑜那一届 韩国瑜是2018 对不对 2018之前就有人 点名圣志仁去高雄选 很多年 所以 他是一张牌 那为什么要让他建光石 你就知道在后面搞认知 作战那些人 有多么的卑鄙 那问题来了 那为什么有媒体要配合 那这些配合的 这个记者 你是记者还是作者 人家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 那我很想问这个 因为我不晓得是什么媒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想问那个记者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赖一下圣志仁 他不难找 你就赖他的秘书 跟他讲说 那个圣教授 或是董事长 这个麻烦一下 我这个 有我们上面的长官交代说 国民党现在要找你选新北市长 有没有这回事 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对不对 这我们新闻采访写作 最基本的平衡 问反应 那你为什么不问呢 昏兄 那这样说 你如果在这个独家上面写 记者求证 圣志仁 圣志仁回答没有的事 那我这边独家 就丢垃圾桶就好了 他又没有 没有这回事 那你还瞎掰什么呢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查证 先不要问圣志仁的回应 我们先瞎掰一篇再讲 你看 这种媒体 晚安小剧我就不提了 好 我们来看圣教授写什么 圣志仁好久不见 他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即将揭晓 不管是谁当选就好几天前 在川普跟贺锦丽揭晓之前 甚至人写的 不管是谁当选 即将都将牵动全球政治 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 好 相对于啊 对该不该放台风架的大量讨论啊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 我们似乎对于更重要的许多议题 都没有做好充分的讨论及准备 好 然后他的标题是 美选影响大 讨论不应比台风架少 好 那那 盛教授讲的这个我当然是同意啊 你说美国大选比较重要 还是放不放台风架比较重要 当然是美国大选比较重要 对不对 美国总统大选比较重要 可是甚至你的逻辑死亡在哪里呢 那 美国总统大选不讨论 我就跟你讲了嘛 前两天我不是讲了嘛 你看各台不是开特别报道 然后找了很多这个什么 专家学者教授在那边分析什么 他是给台湾人看的嘛 你要不要到YT去后面看他的后台的数据 他不是 不是 完全要给台湾的阅听人准备的 很多流量都是大陆的朋友来捧场的 看也知道 你嘛好了 你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 你去追剧好了 好不好 那 甚至人他这个逻辑的错误什么 就是说 我承认美国总统大选 比台风价放不放重要一百倍 美国总统大选比较重要 这个是真的 但是 甚至呢 你要先想清楚说 为什么我们不去谈美国总统大选 为什么 因为 长期以来这种比较烧脑的 比较 伤感情的 比较难懂的题目 我们台湾的观众听众网友是不看的 为什么 看不懂 看不懂 你们在讲什么 看不懂 又谈九二公事 什么 美中贸易战 什么关税 什么汇率 听不懂 转台 转台 看什么 看陈佩琪在连政署 扭扭捏捏的 看黄珊珊到台北地县署 还面带微笑什么的 你们比较 你以为也只能看那种的而已 甚至人你在写什么 那我要再请教甚至人 那台风价到底该不该放呢 你现在是一个 一个 一个集团的这个 这个管理阶层 董事长 总经理什么的 那你觉得台风价该不该放呢 你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啊 大学教授啊 你跟郭正亮 林佳龙 徐永明 你们都是政治学的博士啊 西北大学是很好的学校 不比耶鲁差 那你告诉我 那你自己 你自己也从政过啊 你有理论 有学术 有实务 你也主持过媒体的节目 也当过很多节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名嘴来宾 那你告诉我台风价该不该放呢 所以你讲说 美国大选比较重要 我承认美国大选 那为什么不谈呢 因为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两件事情没有矛盾啊 为什么我们只能谈一个题目 我不能同时谈美国中央大选 然后同时也谈台风价吗 我一定得二选一 跟那个料理东西军一样 你要选炒面就炒面 要选炒饭就炒饭 我不能两个都吃 这莫名其妙嘛 所以 美国中央大选 比较深的问题 本来在我们的媒体 甚至在网络就没有人看啊 比较好的新闻是什么 我跟你讲 你看大白外 为什么要去谈王定宇跟葛世奇 那个才有人看啊 王定宇跟谁 什么什么 我想要你 你是在说什么 我看没有啊 但是观众就喜欢看那种的 王定宇偷吃 这谁啊 这个怎样 我们等葛世奇再来爆料 看是谁什么的 为什么 你们的水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不是吗 这种节目 这种题目收视率比较好 你看也知道 你 正儿八经的谈美国大选 没有人看啊 这样甚至人你不懂吗 好那我再回来讲台风价 那我就请问甚至人 台风价有大量讨论吗 没有啊 我只有看到我大量被骂啊 那有什么大量讨论 你有去问蓝绿白的立委吗 你有去问各地的县市长吗 我就问 这一次这个台风 有没有人赚到台风价 你以台北的状况来讲 你看台北的路数导臣 这样子也有造成伤亡 好就是台风路径的问题嘛 他就花连台东上来 台北就都烧掉 好那其他县市呢 台中呢 彰化呢 你们有台风 你们也放台风价 因为全国都放 这个都不用问全国都放 你们有台风吗 你们有风大雨大吗 高雄啊 我前两次那个凯米跟三陀尔 我高雄都很寒 也很辛苦啊 那我就问陈其迈好了 你这次有风大雨大吗 我看很像是没有 那你放什么台风价呢 我们的问题有解决吗 没有解决啊 那我就请问圣志仁 那你写这篇是什么意思呢 是台风价 那我们也 好了 我被骂也就无所谓 没关系 我就人肉减减 你去皮就没关系 没关系 那问题是 问题解决了没 也没有啊 到底该不该放 我们记得到陈惠文的脸书去喷他 下次他这个叉叉感 说再不放台风价什么的 我们就去 你喷我有什么用呢 喷我问题就解决了吗 还是喷我成本比较低 来算算的 反正他说他不会告人 然后他脸书也不会回 我们在 练练文笔啊 他嚼 算出一口气啊 你泄愤的问题也是没解决啊 我不认为拿什么 来给我第三组 台风价大量讨论 我听你在讲 我请问圣志仁 大量讨论之后结果是什么 没有结果 是告诉你什么 会而不亦 亦而不决 绝而不行啊 很像讨论的老半天 陈惠文 跳出来讲什么 那边人家抗议我怎么的 讲完完被洗版 第二天台北要放什么 整理假 台北变成障碍赛 很多树倒下来的 你就不能上班了 你有什么任性啊 你觉得台北市的清洁队 那几天有休息吗 扫不完 树倒很多 然后就要再放一天 然后无知的网友又去洗版 洗讲完的版 两天前说他是最帅的市长 两天后就给他扫 你说这种网友有什么好谈的呢 说一下 来来来 我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运动文学作家 方祖涵 这文笔非常好 我经常看他的这个 在联合报名人堂的 这个专栏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的 这是当年中华职棒的选手 这个这个羊头 叫做奥古斯都 这当然是这个 这个翻译的 这个艺名 奥古斯都 然后这个 他这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以前在中华职棒打过职棒的羊头 他回美国了 回去很多年了 回去美国之后 他写了一本书 回忆录 因为我这个世界各地 美国大联盟 他很像还有打过什么墨西哥 还是什么的 就是因为你知道 有些职棒的这个浪人 在世界各国只要有职棒联盟的 或者这个什么都去打 然后呢 这个奥古斯都 他就写书 就是等于是自己的回忆录说 我当年在中华职棒 打球的这个回忆 这是我的回忆录 对不对 你看你看这个方祖涵他讲什么 他写 这个奥古斯都 在KTV被黑帮威胁利诱 还提到说 球队的行政人员扮演白手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职棒球队的内部的人 白手套是什么 白手套就负责送钱的 职棒的主头 黑道的兄弟 你跟那个刀手说一下 今天要扭一分 要扭两分 叫他要这样 就这个球队的行政人员 在当白手套 乖乖 还有呢 前洋将艾伯 我看可能也大家 记得的也没几个 他是卫泉龙的 我如果没记错 他应该是黑黑壮壮的 那是手一垒 还是手哪里 我都有点忘了 卫泉龙的 戏啊 你看艾伯怎么死的 疑似被罪楼身亡啊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疑似被罪楼身亡 就表示 卫泉龙的洋将艾伯 是被人家丢下去的啊 前一阵子大陆有一个那个什么 很像是湖南还是湖北啊 我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大陆的一个官员啊 那官员还是女的 不知道从十几楼 有两个男的啊 去找他 大陆的官员哦 然后两个男的去找他 不知道什么事情啊 你也知道大陆的这个新闻 我们看到都是很 很片面的东西 结果这三个人啊 两男一女 那个女的是大陆的官员哦 这三个啊 都从楼上掉下来啊 三个都死啊 很可怕对不对 害人听闻对不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啊 大陆的新闻有一些这个 那我们回来讲 这个艾伯这个 这个魏泉龙这个洋将 疑似被罪楼身亡 对其他选手产生了心理压力 然后他写这个方祖然写出 奥古斯都的书啊 直接对放水的球员 指名道姓啊 有几位从来没有被媒体或球迷怀疑过的 倘若属实啊 现在被揭露啊 也算是报应 我很想去看 奥古斯都那本书 他点名了谁啊 方祖涵你实在是很不够意思 你嘛好了 你人在美国 你没看阿萨利耶 你就直接把名字写 他那个都比较早期的啦 因为奥古斯都他是郡国雄的啊 那个职棒很前面的啊 那你还你现在记得那个魏泉龙 那个艾伯的记得的没几个啦 以现在的这些 这职棒都不知道达到几年了 这个都是当年的这个成年往事啊 谁记得啊 谁痛苦 从这个第一代的职棒前读案 那前几天那个组头还有去啊 我简单讲两句就好 不然我后面讲不完 那个陈寅柱啊 陈寅柱就是第一代职棒前读案的大组头 就是他啊 有赌内那个钱给柯文哲 给民众党啊 我很想请问黄国昌 职棒组头的钱也可以收 那不是理性务实科学 照媒体报导说 陈寅柱赌内三百万 啊 我说你们这些社会书都看不 以陈寅柱的行情啊 应该是要抖内三百万美金啊 收台币三百万 如果今天我是柯文哲 然后陈寅柱 说我们来给他 说我们来给他交啊 他抖内三百万给我 我跟你讲 我会退回去啊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不想抖内你啊 今天陈寅柱他觉得 就如果觉得你是个咖 你有机会会当选 他抖内你一定是三百万美金啊 什么可能 抖内你 嘿三百万台币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拿去买两个啊 柯国来五四三啊 我有给你三百了 不要再来吵了 意思就是叫你滚啊 他的行情你也好 三百万 你是在笑死人 这个哦 我跟你讲 我们历来的职棒签读 从来没有查清楚过 这个改天再抢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看这个 黄国昌啊 这个在十月八号 民众党团的记者会啊 谈到了 因为从九月二十到 这个刚好是四十九天啊 这个高进宿美算了四十九天 我们看一开始 九月二十开始党总预算嘛 十月八号的时候 我放给大家听 你听听看黄国昌讲啥 来 黄国昌 不把这件事情回答清楚 吃再多顿饭也是一样 台湾民众党党的立场非常清楚 台湾应该要是一个 民主法治的国家 当我们的行政部门 不依照法律 好好的编列预算 除了从编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剩下可能的选择 除了从编以外 其他都是罪制啊 除了从编以外 还有什么选择吗 黄国昌讲话很碎嘴 没关系 我帮他检略一下 除了从编以外 还有什么选择 可能你不太习惯听 那个黄国昌不咆哮的时候 你不是要从编吗 那他有从编吗 这给我朝野协商那一张来 朝野协商这一段比较短 好了吗 我给大家听这一段比较短 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 行政院就没有 依法编列预算的部分 能够重新的回去编列 调整最主要的理由 你有听到没有 这是在朝野协商 刚刚那个第一张红色 那个是在民众党团的记者会 这个是在立法院的朝野协商 那旁边做的是王鸿威 然后右边是吴春城 10月17号 这个都有日期都有时间 那在朝野协商讲的 那这个怎么会合理呢 所以我们回来讲说 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这样子瞧 很多复昏期的附水组织会告诉你 会宣传你说 我们获得胜利的 因为三万变六万了 好 每公顷三万变六万 我跟你讲过 这个数字 我再讲一遍 我们有六十万的原住民 能够拿到禁法补偿的 只有五万多人 百分之八点五 换句话说 有九十一点五的原住民 是一块钱都拿不到的 好 我们有六十万的原住民 一公顷补偿你六万 你的土地面积 在十公顷以上的 只有五百多人 六十万里面 只有五百多人的土地 是在十公顷以上 六十万的五百多 你听高金树梅 跟听傅昆奇讲的 很像是 在帮原住民争取权益 可是六十万的原住民 只有五百多人 他的土地是十公顷以上 五百多而已 你们在帮的是这五百多人 另外有五十几万人 一块都没有 一块钱都没有 百分之九十一点五的原住民 一块钱都领不到 我就跟你讲说 观众听众 网友的水准不够 我也希望照顾原住民 你现在通过这个 是照顾原住民吗 我就请问黄国昌 换红色那张给我 他有重编吗 行政院长有重编吗 行政院长有认错吗 没有啊 郭正亮你是在胜利什么 还怎么民进党大败 大败个叉叉啊 你立法院通过的法案 行政院根本不当你一回事啊 我怎么处理 我用追加预算处理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拿回去重编 就表示我错了 以前的行政院 有没有重编总预算 有 还不止一次 为什么 就是被立法院打枪嘛 然后站不住脚嘛 好 我回去重编 重编总可以吧 好 就照大院的意思 我回来重编 重编再重送一次啊 那这次卓龙泰 为什么不重编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就是要钱嘛 我只要一公顷从三万调成六万 你们就妥协了啊 我用追加预算的方式 我一样给你钱啊 我要告诉大家 包括黄国昌那个观念 朱立伦黄国昌那个观念都是错的 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 因为这个比较难懂 各位听到没有 各位网友 你想想看 预算案是不能增加的 我们有两种案子 我们就讲这两种就好 一个是预算案 一个是法律案 预算案立委是不能增加税出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加码 预算案你不能加码 这样讲比较快 宪法是这样子写的 宪法七十条就明文规定 预算案你只能删减冻结什么 你不能加码 那我请问你 法律案可不可以加码 你要去怎么思考呢 你要去想宪法的精神 宪法的意志 这个比较悬啊 这个就算你的会更够 你的那个领悟有到那里 你才看得懂 你才想得通啊 我再讲一遍 很抱歉 我这个输到用时 方恨少 我再把它论述一遍 我请问你 预算案立委是不能加码的 预算案立委不能加码 请问你 法律案立委可不可以加码 当然不可以 你不要管它是 Hy Rashid的 你的覆述吗 我论 你不要管它是预算案或是法律案 我把它简化一点 請问立委可不可以加码 立委 当人不可以加码 为什么 因为当立法院立委可以加码的时候 他立刻就变成乾坑法案 我用法律案来包装我的预算案 我用立法技术来偷渡 我把它都把它变成法律案 那宪法只规定预算案 我就在法律案动手脚 所以我刚跟你讲说 你从宪法意志或是宪法的精神来看 所有的案子立委都不能加码 不应该加码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是监督行政院 反而是什么 反而会加码的是行政院 因为我是执政党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是执政党 我是总统 我是行政院 我要肉统立法 我要乾坑法案 我要收买我的选民 就跟郑文燦当年在桃园市长一样 明明都是电动机车 你到我桃园来 你入籍到我桃园来 我给你补助是全国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钱 我拿桃园市政府的钱发给你 然后你说 谢谢市长 你就白痴 你以为是郑文燦给你钱吗 不是 当然是所有桃园市民的血汗钱 然后他发给你 他发多一点 你觉得郑文燦 起床做到很好 为什么 他发最多 他电动机车补助最多 谁的钱 老百姓的钱 他拿你的钱发给你 你还跟他说谢谢 你不笨吗 所以我刚才讲 你所有的 不管是法律案 预算案 立委都不应该加码 你也不能加码 加码大家都来讨好选民就好了 那立委的工作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监督行政院 反而有可能加码的是行政院 我来行政买票 我有行政资源 我来大撒币 快要选总统的 我一个人发五千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所以你立委要监督行政院 你要去删减这些预算 那你自己可以加吗 你要去思考 很抱歉 我讲不出个所以然 你从宪法的意志 宪法的精神 法学 法哲学 这些角度去看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不管是法律案 或是预算案 立委都不应该加码 不能加码的 反而你应该去监督行政单位 是不是加码 各位听众朋友 当烂好人 你不会吗 工粮收购26块 你要调31 各位听众朋友 我当总统 工粮收购1公斤100块 你们把票都投给我 你现在1公斤26嘛 条31行政院不给嘛 你们把票投给陈辉文 我1公斤100块给你收 国家就倒了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加码 说这个大家听 有我怎么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我也没 我很抱歉 我个人学养 这个能力有限 给我柯文哲 那个表格那张 好不好 谢谢 我很抱歉 我讲不清楚 也说不明白 甚至我上礼拜还讲错的 我赶快隔了一礼拜 才跟大家纠正 我特别的抱歉 好 那这个表格 我已经double check过了 这一次应该是不会再错了 我简单跟各位讲 因为时间关系 我讲重点 柯文哲被深压两次 延压一次 总共三次 台北地研署 针对柯文哲 要深压延压的罪名 都是一样的 都是收货家土利 收货家土利 收货家土利 他三次深压 柯文哲的罪名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贪污自由条例 第四条跟第六条 第四条是收受贿赂 第六条是土利 好 没有错嘛 没问题 好 三次的罪名 都是收货家土利 好 那法官的裁定呢 我上礼拜讲错的 我就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法官认定了 第一个法官 他是让柯文哲 无保请回 他直接认为 柯文哲的犯罪嫌疑 不重大 这就叫柯文哲回家了 好 这个就不谈了 后面两个法官 就是被你们骂 绿色法官的那位法官 柯文哲两张押票 都是他开的 他面对台北地监署 用收贿赂 土利 深压柯文哲的时候 他两次的裁定 都是一样的 他的认定跟裁定 是什么呢 柯文哲 构成土利 他只认 他只认柯文哲 就法官 法官的裁定 柯文哲只有土利 我上礼拜讲错了 我很抱歉 请大家以这张表格为主 好不好 大家把这表格拿去抄 没有关系 所以不是大家很多人 都喜欢讲那个什么 什么金流吗 什么什么 违背植物收缩 会说什么 以这两次北院 所做出来的裁定来看的话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提出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都没有说服法官 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你用收贿跟土利 要压柯文哲 法官准 可是我只认为 柯文哲有涉及土利 但是这个是裁定 这个不是判决 这个也不是起诉 来给我那个 自由时报那张来 那我上礼拜讲 讲这个不够清楚 讲错的地方 我再跟大家说抱歉 这个以刚刚那个表格为主 这对不起我讲错了 那这个是 这两天啊 他们一直在吵的 包括三立的马记者 也觉得说他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成渊得雪 什么的乱七八糟 什么的 我告诉大家 今天他们吵这些东西 是不重要的 我就不谈了 为什么 我在等12月底的起诉书 等到起诉书出来的 我们再详细的 再跟大家报告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UFO 感谢观看